美女和屌丝男打得正火热 马上就要进行下一步 男人满怀期待 下一秒 女人张开大嘴 露出一排锋利的獠牙 朝男人扑了上去 很快森林里出现了一具血肉模糊的男性尸体 被挖控内脏 开膛破肚惨死 对于Jennifer来说 这是一顿美味的大餐 因为她和撒旦做了交易 以肉身化为恶魔 平常只能靠吃人肉维持美貌和生命 曾经她是拥有超高人气的笑话 还是拉拉队队长 Jennifer就是众人口中的万人迷 身边从不缺男人 生性奔放 总爱追求刺激 听到有支青年乐队 又来当地演奏 迫不及待地拉着好友一起去捧场 当然听歌是假 奔着帅气主唱是真 芝妮无意间听到 乐队暗地里的对话 对Jennifer非常不尊重 而且他们似乎在密谋着什么 所以试图阻止 让她不要引火上身 赶快离开这里 但Jennifer听完 反而更来劲了 想到主唱对自己也有意思 就连她在台上唱歌 仿佛都是为自己专属演唱 珍妮知道 说再多都没用了 演出结束后 Jennifer跟着乐队 一起上车离开 没有人知道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半夜 珍妮突然在家 看到了面容呆滞的Jennifer 她嘴角躺鞋 身上似乎还有个大伤口 珍妮慌忙地问她 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也只是鬼魅一笑 什么也不说 自顾自地打开冰箱门 找到生肉 吃了起来 吃饱后 对珍妮打吐几斤黑水 这味道 她的液体像有磁吸一般 长出奇怪的针刺 珍妮吓得目瞪口呆 赶紧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却被Jennifer打断 说完就想张嘴咬下去 但最后理智占了上风 将珍妮甩出去牢园 独自离开了 第二天 珍妮上课魂不守舍 一声熟悉的叫唤 把她唤醒过来 Jennifer竟然好端端地 出现在她面前 还和以前一样 有说有笑的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珍妮知道 昨天发生的事 是真实的 因为她擦了一晚上的电 珍妮觉得 这事没这么简单 于是告诉了男友 结果她一听 不仅没有帮忙触摸画色 反而认为 是珍妮心里有问题 毕竟这事 太超现实了 确实很难令人相信 几天后 一直以来 美貌著称的Jennifer 罕见的皮肤暗沉 面容憔悴 她已经非常饥饿了 刚好一顿大餐 主动送上门来 女人解下男人的裤衩子 想要一起愉快地玩耍 两人都非常的忘我 本以为 这回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谁知女人的瞳孔皱缩 成了诡异的黄色 吓得男人节节后退 不小心划伤出鞋 Jennifer抓起她的手 用一脑 男人的手脱臼了 伴着蜂蜂的碎裂 和男人撕青裂肺的惨叫声 她化作恶魔 不断扑咬男人 将她开膛坡度 等男人死透了后 Jennifer捧起血水 一饮而尽 今天又可以假餐了 作为恶魔 她必须过段时间 就完成一次进食 否则她的面容 将会变得丑陋憔悴 当然作为恶魔 也意味着 拥有了超凡的能力 就是用火 烧舌头 烧得滋滋作响 她也丝毫没有痛觉 一秒就自动痊愈 Jennifer已经成了不死之身 恨不得杀光所有男人 Jennifer很担心她 研究她说出 当时不为人知的真相 于是Jennifer问她 还记不记得 几天前 他们去看的乐队演出 那些人 就是一群撒弹恶魔 他们认为自己空有才华 但一直没人赏识 就将希望 寄托在恶魔的身上 当晚Jennifer被带着 一处偏僻的森林 全身被捆绑起来 主唱一边宣度仪式 一边用一把锋利的小刀 一刀一刀地朝她刺去 几乎把Jennifer刺成了 一个筛子 等他们离开后 本来早该凉头的她 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走在路上时 一名路人经过 涌起一股强烈的饥饿感 第一次实施犯罪 将人给吃掉了 将数万神奇的精力 还特意划破自己的皮肤 让Jennifer亲眼看看 伤口快速愈合的效果 Jennifer也不清楚 变成怪物的具体缘由 但她非常满意 这样无坚不摧的自己 Jennifer担心 她会逐渐丧失人性 于是到图书馆 翻阅大量资料 从一本书上看到 如果仙祭品不是处女 仪式会继续完成 但魔鬼会寄居在她的灵魂里 受害者得一直持人满足魔鬼 Jennifer初衷就不是处女了 这就能解释 她会变成恶魔的缘由 而毁掉魔鬼的方式 是在他们最饥饿时 将刀插进她的心脏 马上学校就要举办校园舞会了 知妮知道 学生们都将会成为Jennifer的晚餐 一对小年轻在书园里秘密约会 还见着不过瘾 女孩将她带入了一座 阴森荒凉的厂房里 有了环境的加持 两人又暧昧起来 但男孩突然停下来 Jennifer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一把将她推下水 疯狂攻击 男孩挣扎着想要上岸 但又立马被拖了下来 既然她不想死先快了一下 那就直接吃了她吧 这时一个身影飞扑下来 抓起Jennifer的头往水里按 一段时间后 她好像没了动静 两人飘在水面上 惊魂未定 珍妮没想到Jennifer 会对自己的男朋友下手 她知道已经化身为恶魔的她 今晚一定会在晚会上 打开杀戒 所以一早提醒男友 千万不要参加舞会 海特一大早赶到活动现场 想牵制住她 让她能保持理智 可演出都要进行到一半了 到处找不到Jennifer的踪迹 欲感到不对 一路飞奔到男友家 得知她早就出门了 还是走得偏僻小路 又马不停蹄地前去寻人 听到呼救声 最终锁定了厂房的位置 而Jennifer也是一早就料到 珍妮会坏了自己的好事 所以另屁蹊径 在树林的小路里蹲守 遇见了她的男友 既然免费晚餐都到嘴边了 哪有不下手的道理 Jennifer偏她说 珍妮有了新欢 所以才不让她参加舞会 而傻傻的男友信以为真 满腔怒火 Jennifer趁机表白 说自己暗恋了她好久 于是这条大鱼就这样上钩了 不过等男友冷静下来之后 意识到不能这样做 又拒绝了她 Jennifer也不想再废话 直接开饭 就在这时珍妮赶到了现场 不过单论战斗力的话 她绝对干不过 拥有恶魔之力的Jennifer 拿出随身携带的防冷喷雾 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些逃生时间 又被立马追了上来 珍妮不满她对自己的男友下手 说她是个可怜虫 这激怒了Jennifer 决定把珍妮也一起吃了 男友冷不丁地拿起一个大伤棍 插入她的腹部 Jennifer正处在饥饿的脆弱时间 用尽力气拔出棍子后 伤口还不能及时愈合 赶紧顺着窗台逃了出去 而男友脖子受了重伤 嗜血过多 向珍妮道歉后 最终还是离开了 珍妮在失去黯然的愤怒中 失去了理智 半夜趁着Jennifer毫无防备 搞偷协 暂被她反咬了一口 于是掏出小刀 往她肚子上划了两下 她喘息 争动间 珍妮看到她脖子上 挂着肾血的项链 试着拔下来 请客间Jennifer失去了战斗能力 珍妮赶紧刺向她的心脏 宣告了战争的胜利 但翻了命案的她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性格也变得非常恶劣 看来被咬了之后 也同样能够继承恶魔的力量 之后她越狱 走向了森林深处 倒下一个恶魔 背后将有千千万万个恶魔出现